剛剛過了這個星期,除了美國國慶和亞馬遜,我們美國亞馬遜的Prime Day之外 還是一個很大的節日,這個不是節日,這個整個月 基本上就是Prime Month Prime就是自傲驕傲 其實在美國來說,就是一個LGBDQ 本來就叫做LGBDQ,現在叫做LGBDQIA Plus的月 看到一些人揮動彩虹期,大家都知道是Prime Month 什麼叫LGBDQ,IA,現在還要加上IA L就是Lesbian,G就是Gay B就是Bisexual,雙性戀 T就是Transsexual,變性人 另外Q就是Queer,就是異服的人 即是男人穿女衣服,女人穿男衣服 另外就是現在有一個II,就是Intersex 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比較特別的題材 還有一個A就是Accessual,即是非性別人士 這個就是美國正在推崇少數族 不是推崇,即是大家 維持維持,或者大家認知和尊重 適逢這個月,有一套紀錄片叫做Everybody 香港不知道會不會上 但遲些應該就串流平台一定會上 香港上映在戲院上映的機會 應該會比較微一點 那麼… 通常我們說Everybody 英文就是黏著Everybody 即是每個人 這套戲很特別的 它是把Everybody分開了 即是每個身體 每個身體 那麼其實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 在這個世界存在著一種人 那種叫做中性人 Intersex 那麼這一種人在美國裏面 現在在美國三億人口裏面 有1.7%是這一種人 其中這一種人,他們有很多就是… 不出季,不告訴你他們是這種人 那麼真的出季做了手術的 都有0.07% 即是相等於23萬人 那麼這種是什麼人呢 我們經常都說涉及到 什麼道德倫理 還有這個宗教的爭拗 在我們美國裏面 他就說 喂,同性戀究竟是先天 還是後天 究竟是中途轉機 還是天生機 和這個… 基因和這個… 什麼… 掩飾體 和這個… DNA 有什麼特別關係呢 這一套戲不是說這些 他是說中性人 Intersex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Intersex不是用… 不是用這個… 倫理或者科學… 不是… 不是用倫理或者宗教去定斷 這個是純粹是科學的 因為這一種人呢 他們本身就是… 我們知道XX和YY 這個掩飾體 是不是 但是他這種人呢 有XY的掩飾體 就是有雙性在裡面 雙性在裡面 那麼… 大家都知道 掩飾體這些東西 都很奧妙的 是不是呢 就是多一條掩飾體 就會變成… 就會變成唐氏綜合症 少一條 又會有其他問題 是不是 這個是科學的 純粹科學 不講宗教 那麼… 為什麼說是純粹科學呢 因為這種人他真的有… 就是他的性器官裡面 是錯過了某些東西 以及… 是加了一些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 的確確確 真真確確 1.7%的人口裡面 是這些人來的 那麼… 譬如說 裡面… 電影裡面有三個… 三個個案 主要講的三個個案 就是個女孩子… 其實她… 她是… 跟普通一般女孩子沒有分別的 但是原來她的天生沒有卵巢 沒有子宮 但是她裡面… 她裡面… 應該是有卵巢的地方 是有膏軟的 所以她是一個雙性人 就是說她是一個… 有男女… 但是她外面是有個… 有個陰道的 外面是陰道 裡面是膏軟的 就是她是一個男女的… 性器官在裡面 那種叫做中性人 那… 會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都讀過建教都知道 以前讀過Biology都知道 卵巢就會釋放女性賀爾蒙 高院就釋放男性賀爾蒙 是不是 那就是等於以前人說 你看那些電影 做太監 不是真的切了一盆東西 她只是剪了… 那個… 那個… 書… 那個… 書… 那條管而已 或者剪了那顆高院而已 那她沒有男性賀爾蒙 不會成… 不會成條剪掉 那你看… 以前… 就是… 你可能會聯想到 以前那套… 什麼鬼的戲呢? 啊… 書奇做那套《玉蒲團之玉女心經》 就是一個半男半女的人 又或者是3D玉蒲團的雷凱恩 半男半女 是不是? 就是那種人 類子的那種人 那… 那她們其實… 其實… 都生存在痛苦之中 因為她又要隱瞞自己 如果她們… 她表面就是一個女仔 還挺漂亮的 那… 有男朋友 結交男朋友 那… 又要… 到了… 就是要隱瞞自己的身份 到了某段時機 真的要… 真的要… 要進教堂 真的要結婚的時候 要告訴她 我是不可以生孩子的 這樣… 還有…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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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爭拗點是哪裡呢? 其實主要的爭拗點就是 以前他們出生的時候 你父母生了一個當年人不懂的 K胎、怪人、怪物 醫生多數會聽從醫生說 醫生會怎麼跟他們說呢? 他說你是中性人,出生沒有高院 做兩顆人造的高院下去 令他變成男人 但是他不明白 其實你做兩顆人造的高院下去 你是沒有天然高院製造男性賀爾蒙 所以他做不到男性賀爾蒙 相反來說他有卵巢在裡面 他不斷製造女性賀爾蒙 根本就是一個女人 變成爭拗點就是 因為現在周圍都有示威 反對一出生就跟他們做手術 是不應該幫他做手術的 這個人他們都有人權的 他等他們長大之後 他們自己選擇做男人的女人 這樣 這樣 這個是事實 因為現在的確有很多那些標 標就是那些法案推到國會那裡 就是爭拗這件事 他們當然是這幾個在紀錄片出現的個案 就是這個advocate 他們推手 這些法案的推手 而事實上 有些情況 譬如說是他出生幾歲 或者是一出生 就割了他 可能他是男 他有罪咀 但有卵巢 割了卵巢 做兩顆假的膏圓下去 又有 或者是一出生 做個假的卵巢下去 又有 就是不要父母幫他們做決定 不要醫生幫他們做決定 由得他長大 如果他長大了 他想傾向做男也好 做女也好 他們自己決定 美國人就覺得這個 我們那個call value 就是我們那個call value 就是我們那個基本人權 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這樣 對於錯 我不在這裡說 我只是說一套戲 有些人當然是支持 有些人當然是反對 這個世界每件事都是這樣 他講到另一個例子 這些就是天然生出來的中性人 有一個例子 是當年一九六幾年 有個孖生 有個孖生的兄弟出生 那個又很慘 他 你知道吧 男生出生 很多一出生就 順便割了包皮 以前那些科學沒那麼先進 他是用一部機來割 他是割錯了 割多了 整條剪了 整條剪了 那麼 那麼 當年的技術 你是沒得搏回來的 是不是 你沒得整個假的 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那麼他本來兩兄弟 是一個孖生兄弟 那麼 結果有一個 醫生 當時聽過主診醫生說 他說 這樣唯一可以做 就是將他變成女人 變成女仔 將他整個 反正他都剪了 整個人造的陰道 另外就當他是女仔 這樣 將他做一個變性手術 這個是很慘的 因為他本身是男人 他有著男人的賀爾蒙 但是他要活著一個女仔 要成長到一個女仔 那他已經覺得很奇怪 回校又被人欺凌 因為有人看到他站在那裡哀嚕 結果搞到很大件事 其實整件事的錯就是 那時候醫院和醫生的錯 他後來長大了之後 知道了這件事 他決心 他決心 要做回男人 要做回男人 所以就將他媽媽 那時候他一直 給他吃的那些女性賀爾蒙 而生了那些乳房出來的那些 切了去 弄回一條假的男性性器官 開始打回男性賀爾蒙 他當然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 不可以有自己的BB 因為他製造不了自己的精子 但是後來因為科學昌明 他已經可以做到可以有性行為 可以有男性的性行為 這是一個假的樣具 本來就過著一個很快樂的生活 因為他後來都結婚 他不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的妻子 都有他自己本來前一段婚姻的孩子 可以做一個繼父 但是其實他內心一直很掙扎 有一種depression 就是因為這件事 他本來是個天生的男人 你強行將他變成一個女生 這麼多年他有一種抑壓 有一種抑鬱 久而久之有一種抑鬱症 後來拍完這部紀錄片之後自殺死了 自殺死了 這是很可悲的事 其實他引起這部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是借著這個Prile Month LGBTQIA Plus 去引起這兩個關注 一個就是 不要反對父母和醫生 幫這些中性人做決定 在他們未成年之前幫他們做了手術 做了變性手術 反對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說到 美國現在在推行一個叫做 叫做廁所法案 廁所法案就是說 因為有很多中性人 現在有些中性人 他們去男次又不是 去女次又不是 或者變性人 他們要有自己的廁所 所以這個叫做廁所法案 廁所法案就是被這些LBGDQIA Plus的人去的 這個是中性廁所 其他州 比較保守的州可能就是衝擊很大 但是加州已經實行了起碼五年了 現在我們有中性廁所 我們除了有男次女次 還有一個中性廁所 Unisex 因為 你都不想一個 一個 不知道男人還是女人入了女次 這樣會影響到 那些女人去廁所 他們的安全 不是安全 或者是私隱等等 有不方便 總之就是不方便 所以他們現在要立一個法案 就是要有自己的廁所 爭取了很久 一直爭取了很久 就是加州 已經有了五年以上 這種廁所 但是全國性爭取了很久 一直都爭取不到 直到去年 拜登總統 就簽署了一個行政指令 就通過了這個法案 所以就是 現在我們美國 就會有 就因為這件事 所以就爭取到一個廁所 給他們 這樣 所以這套戲都挺特別的 不要說對與錯 我不爭論 我不爭論宗教觀點 道德觀點 或者科學觀點 我都不爭論這些 主要說這套戲 就是一套幾零類的紀錄片 而這套紀錄片 應該在美國上 都是一個Radar R 限制級 香港做可能是三級 主要原因 三級的原因 因為有正面的 性器官的圖片 我想這個是主要的原因 拍到那些 全裸的 有男性和女性性器官 一起的照片 大家有機會 如果串流平台上了架 大家進去看 這套戲叫做Everybody 但是Every和body 是分開兩個字的 OK 先說到這麼多 拜拜